你把裤子脱了吧 要不我把你脱 不 我自己脱了 坐下 小小小 最近有没有跟爸妈吵架 你爸爸闹我不要妈妈 我家里要做不错 有没有爸爸记得他说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我忍着 没告诉爸爸 我去小小姐姐妈妈 喂 师父 算是你家里有点事 我马上就到了 你跟小野等我有点 不急 我带他回家 我给他做红烧排骨 要不然你也一块儿来吧 你真的不用了 你就在车站等我 等了分量时间吧 还好 对了 过段时间 杨鲁忙得差不多了 我打算把小野给他送过去 这样 结果就不会这么麻烦你了 你爸坐那妈妈那里那里呢 贾强 你现在越来越见外了 不是抱歉就是对不起 一口一个麻烦 像以前一样好吗 我觉得 还是 就这样比较好 是吗 那 那 那我就在这坐厕所了 去吧 没什么 再见 是 手机呢 是 他的化验结果已经出来了 直肠癌 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 要么 转去找个治疗吧 好 你看 饭都快吃完了 那这大仙还不回来 就是啊 回来了 教育啊 你可回来了 瞧你这无精打采那样 累了吧 没有 没有 别别别别 你别管了 你别管了 放棄 我这到厨房去 顺手 就把你们吃完这碗子 刷了 小叔 你是家里的老大 其实老大呢 跟家长就差不多 家里的事 你得做多操心 妹妹这孩子 脾气俊 吃软不吃硬 他跟着小冬还兴趣是好事 贾成呢 贾成他一天光奔了事业 你说小远这么小 也不能光让你邱老师操心 对吧 要是贾成有时候忙着 鼓上揭晓人 你得多操点心 爸 这些我都知道的 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些呀 也不是什么突然的 想他就说吧 你跟光达怎么样 爸 放心吧 我自己会解决的 对 这事还得靠你们自己解决 反正当父母的不能跟你们一辈子不是 我去看看小远 我跟你去吧 不不不 你忙你的吧 还有林冲林月够你操心的 别动了 别动了 爸 你怎么上来了 你听我孙子弹琴啊 走走走 新公司干得怎么样了 还行吧 走得出来还是比较有前途的 男人啊得有自己的事业 不过家也得过好 小远慢慢懂事了 一定要抓紧对他的教育 我知道 孙子 爷爷我刚才谈谈好吗 好好好急了 爸爸你什么要给我洗澡 爷爷走的吧 等我走了干吗呀 今天啊我给咱们孙子洗澡 趁爷爷还能动他 爷爷多给你洗几次 爷爷 什么家趁着你能动 你以后别人就无人吗 爸爸你瞎说啊 没事儿 小孩儿嘛同言无忌 小颜啊 我跟你说啊 人哪都会慢慢变老的 老了毛病就多了 说不准哪天他就动他不了了 趁着爷爷还能动他 多给你洗几次澡 多帮着你爸 还有你干你的事 爸 你不是有什么事了吧 不能有什么事 你忙你的 我带小颜洗澡去 我带小颜洗澡去 贾美美穿婚纱 谁啊 是我 爸 你等会儿啊 爸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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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别这么说 我死你都不能死 真看书呢 他还能干什么呀 一个人默默地在这儿干着一件事 看书就是一个人默默地看嘛 哪儿能两个人凑一块热热闹闹地看 我呀明天得带你上趟医院 脸色不好吗 不好 这儿 没事 明天带你上医院 早点睡啊 看一会儿就睡 明天不睡 好 好 我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给我等着啊 我现在过去 喂喂喂 什么 你到我们家楼下了 喂喂 怎么这么晚过来 这车怎么样 奥迪当然好车了 这是公司的 公司配给你的 什么 以后上班你就开它 不是 为什么呀 你表现出色 公司给你配点好车呀 是你的意思吧 这是王总跟我的共同决定 无功不受禄 我刚刚到公司 你给我配这么好的车 那公司上上下来 这么多人看见了 人家怎么想我呀 我说你这人活得累不累啊 你又不是为别人活的 你干吗那么在意别人的想法 况且公司给你配点好车 那是公司的脸面 王总都同意了 你有什么不乐意的 要不你现在跪下来 给我磕三个响头 就当谢恩 你磕头这么年了吧 就算谢恩了 还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我睡觉一下 你这是捏我走啊 我大老远来给你送车 你连茶都不给我喝一口 不是 你大晚上的喝啥 你睡得着觉啊 我 我睡不睡得着 那是我的事啊 你给我喝呀 行 反正我不陪着啊 你让我自己坐着喝啊 我不喝茶 我喝白开水行吗 我管你喝什么的 只要你陪着我 我是不是吓着你了 来势汹汹啊 我身上有辐射 小舅 小悦 小悦 你来啦 你回来啦 他今天也开五十一大 舅舅的 公司给他配的 真的啊 小舅 你太牛了 我才上几天班啊 我看楼下看 舅舅 我猜十有八九就是你的 只有你这么帅气的人 才配开这么拉轰的车吗 就是 想不想让你们帅舅舅 带着咱们出去兜兜风 好啊 姐 姐 妈 小悦 你在睡觉呢 一会儿他醒来见不着我 我就麻烦了 不是 你做噩梦了 我请你 小悦 姐姐告诉你 妈妈刚刚换了辆新车 可漂亮 可宽敞了 想不想让他带咱们出去兜兜风 天啊 妈妈买新车了 快去 咱尿 快点 快去 快去 小悦明天还要上幼儿园 我还要上班呢 小舅 舅一会儿就回来了 我也想出去兜兜风 走吧 不是 你们想去哪儿啊 随便啊 听你的 天涯热我行 行 等着吧 换进医院 你快点啊 来吧 哎 发什么呆呢 来 咱哥俩坐会儿 咱这苗圃可真好啊 哪天我要是走了 这苗圃就得你照顾 那当然了 你去哪儿啊 还没想好呢 天堂呢 还是地狱啊 你说我这辈子活的 是该上天堂呢 还是该下地狱啊 你先去丰人院吧 老康啊 这辈子 你喜欢小冬 几十年了 是吧 是啊 怎么了 蓝颜知己 你说哪天我要走到你前边了 小冬就应该你照顾 对吧 你走到我前呢 不会的 你好好活着吧 我跟你 跟小冬 那是最好的朋友 是到死的好邻居 是比这一块活的好伙伴 我们是那个 所以啊 你才是我最信得过的 我要走到你前边了 小冬理所当然 该你来照顾 小冬啊 人什么都好 就是脾气坏 这世上 除了我 还就剩下你能跟他过一口 不正常 你真是不正常 脸色难看 是吧 是不是挂着死相呢 怎么老是死啊死啊 一会儿天堂啊 一会儿地狱的 那不 那不谁不得死吗 你活得再长也得死得不 挺正常的 你到底怎么了大姐 严谓一个招呼我呢 靠台 严谓一个招呼我呢 那你怎么着 大姐 今儿没我戏 你跟他们说别打扫我房间了 挺干净的 行 好的 行 试尝碍 好 可可 你这事儿我谁都没告诉 就你知道 你千万 不能让他们知道 这事儿你不能自个儿一个人憋在心里啊 你说出来让大伙帮着分担哪 那套 孩子们都不容易 小冬心脏又不好 不能给他们再添乱 我走了以后 你就陪着小冬 走完这辈子 你们两个要是走在我前头 我为你们送终 大前哪 你跟小冬是一对好夫妻 到了那个世界 我仍然希望你们 是一对好夫妻 在那等我 咱们还当好邻居 好朋友 只是 要是我走在小冬前边 这世上 你可就剩在一个人了 虽说有儿有女吧 可心里那份孤独 而你们是无法承担的 但是像咱们在一块儿 想说什么说什么 想干什么干什么 她不高兴了 她骂你骂我 等她骂完了 她就开心了 她就高兴了 对了儿女们呢 她也能说 也能骂 可她不是咱们之间 这个罢房啊 你说你活得好好的 你怎么会得癌呢 服务员 你好 你好 我想要这个蛋糕 想要这个蛋糕 是吧 爸爸生日快乐 好的 谢谢 好 今天蛋糕也开到这里 散会 散会 贾成 晚上咱俩一起吃饭吧 吃不了 你干吗 你又拒绝我 那都是拒绝你 今天晚上老爷子过生日 又回家庭聚餐 那林玥也要回去 又剩我一个人 真可怜 那什么 还是这样啊 王经理 叫我文文 这不是在公司吗 公司怎么了 关什么也没人听见 就算让人听见 我也不在乎 谁还不能交朋友了 我问 说实在的 昨天晚上 我一晚上没睡踏实 我是说公司最近 有些流言蜚语 你没听见吗 你想说什么 我是想说 人家说这些 我都无所谓 我是一男的 成家里有孩子 你这么年轻 而且又深居要直 是吧 所以 林玥玥 我也无所谓啊 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呗 我又没做错什么 你不是给老爷子做生日吗 快去吧 好 差点给包 那行 那回头 我听到王子跟他说一声 我批准就行 这事不用经过吧 邱老师 我爸爸已经好久没迟到过了 今天是怎么了 他忘了吗 他可能有事吧 邱老师 跟爸爸打个电话吧 好 邱老师 对不起 我迟到了 路上堵车 邱老师 看你给我买了 你能帅气吧 刚到了一家跨国公司 这是公司新给培的车 那个公司的老板 是个漂亮的大姐姐 她对我可好了 胡说八道吧你瞧 我们公司老板呢 是一个大老头 不过这份工作呢 是我外甥女的一个闺蜜 给介绍的 她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 红乱跳的 老是跟小远一块玩 所以她就认为啊 那个是老板 这样啊 爸爸我们去 周老师要吃饭吧 这怎么行的 你忘了今天什么日子啊 是爷爷的生日 那你替我祝老人家 生日快乐 要不我送你回去吧 反正也顺路 行 好 锦球 小光 以后你要是忙得脱不了身 你就可以给我打电话 随时都可以 可能你觉得这样不太好 嗨 没有的事 今天是特殊情况 明天我会准时借小远 那我先上去了 好嘞 严谨啊 姐姐 严谨 过生日啊 跟着我睡了 城堡 请爸爸吃蜡烐 吃蜡烛 爸爸 严严吃蜡烛 严严吃蜡烛 好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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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您怎么感动成这样啊 老爷要洗了 我们年夜都给您过 老爷 您怎么一脸心酸啊 不是在游戏之间的吗 没有 没有 不是 爸 究竟您是怎么了 不是啊 您要真正 真正 大家好 媳妇 大家好 老爷辛苦 老爷辛苦 大家辛苦 大家辛苦 为人的服务 是 别客气了 道歉啊 今天呢是你的日子 你们呢 她想干什么都别难了她 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大家都顺着她 一切呢 都是为了让她 高兴 大家能接着说 今天是我生日 对 今天是你生日 你刚才说 是我的日子 你的日子 活着真好 行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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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你小爷子了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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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个乖孩子 爷爷在哭吗 我给爷爷采眼泪 爷爷不哭 爷爷不哭 爷爷笑 好的呀 您还真一哭四甜了 那就不能吃蛋糕 得吃窝头了 就是啊 爸 您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爸 怎么了 爸 爸 爸 生日快乐 真是早 老爸 好顺量 老爷啊 爷 你怎么了 我好顺量 老邓啊 怎么样 过了一辈子 跟你过一辈子 真好 你这是干什么呀 这庆祝生日 怎么讨厌的一体告别似的 您这究竟是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没事吧 爸 没事 老爷啊 您不是得什么绝症了吧 胡说 真会说话的 老爷 对不起 没什么对不起 孩子 让你说对了 老爷 得了绝症 大姐 这是真的 不是 这庆祝生日快乐 这庆祝生日快乐 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别胡说 爸 爸 爸 不是真的吧 喂 医院的电话 我老爷手机怎么在您那儿呢 他没拿病历报告 你 可是他已经知道他得了什么病啊 什么 痔疮 你说我老爷得的是痔疮 不是直肠癌吗 不是直肠癌吗 行行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他说老爷得的是痔疮 老爷 爸 我明明听你 那大夫在电话里说 说那老头 得的直肠癌 说那个老头就假的 签了吧 这是 没有 您根本就没看到真实的病理报告 没有 怎么说您是犹豫紧张胡宿乱想的 你 瞎猜的吧 老爷啊 你干吗呀 你干吗啊 你干吗 妈 我们都爱死你了 我们都爱死你了 我刚也想要你 我旁边祝你 你祝你祝你祝你 我旁边祝你祝你 我旁边祝你 你祝你祝你祝你 天啊 你说你爸啊 对 就随便听了医生这么几句话 就说自己是癌症症 骗了我多人给你了 骗了我多人给你了 就是 在苗圃里的话 还跟我交代护士呢 就是 又没拿到确切的证明 把自己吓得半死 就是 就是 爸爸 爸爸 爸这次 全脆是 虚心异常 来 你们快吃啊 爸的虚心异常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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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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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们怎么这样啊 全家好不容易来一趟高档西餐厅 全都不吃 就看我一个人忙活了 不就是西餐吗 我们吃过 吃 吃我 西餐跟西餐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不是都一样嘛 不一样 您得尝尝啊 我尝尝 我看着模样都一样 我尝尝 看着一样吃着不一样 我 我 我不用吃 我看我就是一样 你吃不吃 吃 我吃 味不一样 好吃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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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您尝尝那个 尝尝 我去照顾您 那以我太人了 来 尝尝尝那个 好吃呢 你知道 好吃吧 好吃好吃 法侯味 你看 你妈妈法侯味哪 没说错 康处 康处这些 吃过好多 你吃过 你吃法国菜呀 你也尝尝尝尝尝尝尝 知道我为什么选这家餐厅吗 可以吗 这个呀 是泽小彤工作的三十年代菜 你们今天吃这菜 全是他一个人做的 是吗 小姨 这些 都是你大叔做的 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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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吃吃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说起来 还在厨房呢 继续为大家服务 今天敞坎吃啊 吃吃吃吃吃吃 吃吃吃吃 好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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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是正宗啊 妹妹啊 这个菜叫什么 这个 这么高档餐厅也停电呢 是啊 就是啊 怎么回事啊 不是 爸爸妈妈 我今天想借这个机会 跟你们说几句话 我知道 是什么呢 这点 你跟牛似的 这干嘛呢 小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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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干嘛呢 他能干嘛呢 小姨 他能干嘛 没干嘛 他能干嘛 真玩呀 小姨 小姨 出来 这怎么回事啊 妹妹 这这你看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这机器 他他出故障了 你真行 就这么点事办不好 要不妹妹 我就在这儿说了吧 说吧 妈妈 爸爸 我其实有很多话 想跟你们说 但是每次我想说 当你们面我又说不出来 所以我就想了这个办法 机器又坏了 我知道我这个岁数 和妹妹结婚是一件 很厚颜无耻的事情 但是我真的爱她 也许我这个岁数 不能陪妹妹走完下半辈子的路 但是你们相信我 只要我活着的每一天 我就会让她快乐幸福 妹妹是个好姑娘 顺顺善良 她希望她的婚姻 得到你们的祝福 因为我的出现 给你们带来了很多的麻烦 妹妹也受到很多委屈 我真的不希望 因为我的出现 给妹妹的婚姻 带来很多的遗憾 那么爸爸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我们希望 得到你们的祝福 祝福我们吧 北京还大家 在orbjова上区本学校 我们学校也计算是 組合的 杜晓东 她和갑板技校也是 本学校也计算是 药学校也计算是 她们学校也计算是 她们学校也计算是 你学校也计算是 她们学校也计算是 她们学校的商标 她激乩的 我们学校也计算是 我学校很高的 你学校也计算是 老伯 谢谢你 陪我走完这一生 真对不起 我先你而去了 和你结为夫妻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信任 五十年来 有你在身边的日子 多温暖的 和你共同抚养三个孙女 是我前生修来的福气 这辈子的路我走完了 了无遗憾 我还想和你走过来世 原来我从来没对你说过 什么甜言蜜语 我走了 走了 别难过啊 我会一直在天上看着你 看着你健康 看着你快乐 贾成了是个好男人 这个美美叫我丁梢 也是为了她弟弟好嘛 不让她弟吃亏嘛 虽然最后梦想成拙 你看吧 美美和贾成 现在连话都不说了 但是目的都是一个 都是为了你好 都舍不得你离开这个家呀 左先生 真正谢谢你和美美姐 我和贾成了事 你们就别操心了 听你的口气好像没有商量了 告诉你一个特大的喜讯 我即将成为贾成的姐夫了 老两口都已经同意我和美美的婚事了 那真是要恭喜你啊 恭喜你成为奖家的一份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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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候一定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啊 到时候再看吧 你也知道我们组里 这日程都不是我能定的 好好好 你工作太忙了 你看你们这么多人 吃了饭没有 吃过了 好好好 多保重 一些发生的误会 千万别放在心上 保重 保重 那我走了 保重 妈 昨天小姨不想小姨求婚 对我的感触还是很大的 真的啊 我觉得 幸福是靠自己去努力的 没错 所以我想 跟大满一起回山西 你先好了 那可比不了北京啊 你吃了苦吗 就是啊 还是和大满收拾吧 让她妈妈留下来 你们一起啊 在北京过吧 可是大满的妈妈很想回去啊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她在那生活一辈子 习惯了吧 我跟她回去试试吧 我支持小姨 你呢 我也支持她 妈妈也支持你 由我呀 将上葱姜 黄酒 煮三个小时 三小时以后呢 再加上卷心菜啊 胡萝卜啊 西芹啊 这些素的 知道了 煮出来的糖一定好喝 你爸我最爱喝了 嗯 妈 这好像是你第一次叫我做菜吧 是啊 要是早点就好了 你这么聪明 现在也不晚 不行了 明天就要去大满的老家了 就是说呀 干吗走得这么急啊 因为什么事情 都是要靠自己努力的 我不想白白浪费时间 我要向妈妈学习 那你以为我做菜 做菜 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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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小可 感谢观看